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清风视线 1月12日星期五 美国的超市大卖厂Costco 在深圳隆重开业 而当天数亿千计的香港人 蜂拥来到了深圳 进行了一场疯狂的采购 消费者表示他们排了几个小时 才能进入这家 位于深圳龙华区的Costco 在早上8点半开门之前 店外就已经排起了长队 由于人数过多 等待时间太长 卖场的工作人员 开始向排队的人们 发放免费的水 队伍移动缓慢 20多名警察和社区志愿者 在Costco附近的路口 帮助维持交通秩序 一名值班警察表示 预计警察将会在现场 巡逻2-3天 下午2点40分 一名警察表示 至少需要排队2小时 才能进入商店 一位香港消费者称 上午10点半他到了 也是排了2个小时才进去的 而至于为什么专门 来大陆的超市进行购物 他表示 之前在网上看到了促销活动 出于好奇就过来看看 打算买一些水果 面包和零食 因为农历新年 很快就要到了 另外一位香港退休人士表示 他在这家Costco 消费了700港元 而这些东西 如果在香港购买 估计将会花费2000港元左右 此前在Costco没有开业之前 他则会报名参加一个旅行团 为了去山姆会员店购物 山姆会员店是深圳的另外一家仓库 十大卖场 隶属于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 他表示在Costco的体验 与山姆会员店没有太大区别 价格也差不多 每次大采购之后 他就会直接返回香港 一位在香港经营网店的中年人 则表示 尽管要等很长时间 但是还是特意来到这里 进行购买 因为即使是不打折的商品 内地的价格也会比香港 便宜至少30% Costco在开业当天 部分食品和奢侈品都被抢购一空 爱马仕包则被秒杀 一些深圳本地人则抱怨人太多 有限的打折产品很快就卖完了 比如打折的草莓可以便宜30元 但是不到中午就卖完了 另外Costco宣传称有茅台酒供应 但是一共只有100瓶 这对顾客来说远远不够 深圳一些本地人觉得购物体验并不好 排了近三个小时 不如去山姆会员店购买 价格和产品都是类似的 这家深圳店是Costco在华南地区的第一家店 也是中国大陆的第六家店 它一共有四层建筑面积达到4万多平方米 由于明显的价格优势 大陆的大型零售商越来越受到香港人的欢迎 同时港元对人民币走强 也让内地购物更加具有吸引力 这一热潮在香港的旅行社当中 已经引发了一种趋势 他们将大卖场购物 纳入到了大陆旅行的行程当中 以吸引跨境消费者 不只是深圳 香港附近的珠海情况也是如此 珠海的山姆会员店 也吸引了大量香港人前往 一位香港的梁小姐表示 每隔几周 她就会在珠海的山姆会员店 消费2000港元左右 因为东西比香港要便宜得多 甚至牙膏、纸巾这种东西 她现在也专门到珠海去购买 在去年习近平取消疫情限制措施 并且重新开放大陆香港边境之后 零售商和证件人士都希望 这将成为香港消费复苏的催化剂 然而现在出现的情况却恰恰相反 大陆人没有回到香港大肆采购 而香港人纷纷涌向价格更加便宜的大陆 目的的经济学家估计 2023年香港居民在中国大陆的消费额 约为500亿港元 据一家香港旅行社称 已经有3000多人预定了未来几周内 前往大陆山姆会员店的行程 该旅行社也已经新增了去深圳Costco的旅行 他们表示去年从香港到中国大陆旅游的人数 比疫情前增加了两倍 去大陆超市购物的人数如此之多 以至于引发了一些政客的恐慌 香港的一个亲北京的政党 提出了在边境要征收离境税的想法 法国新业银行的中国经济学家表示 鉴于深圳等内地城市的商品价格极具吸引力 香港居民在中国大陆的消费趋势很可能会加速 如果这一情况发生 到2024年香港的GDP 可能会减少多达一个百分点 另外 穆迪还表示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 与此同时 大陆人在香港缺乏消费力 因为香港对大陆消费者的吸引力 正在逐渐的减弱 而海南省旅游消费的水平提高 成为大陆人新的免税天堂 虽然疫情后 中国内地游客占香港游客总数的近80% 但是2023年的游客人数比2019年减少了约40% 香港零售商还表示 游客的消费不像以前那么多了 魏丰银行的首席亚洲金学家说 这更加凸显了香港开发旅游产品的紧迫性 这是香港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还需要超越奢侈品零售消费 而香港目前还没有想到别的方法 那么大陆人去香港旅游不购物了 今年他们去干什么了呢? 前不久我们正好做了这样一期节目 我们一起看一下 在疫情停飞三年之后 中国游客又重新开始出境旅游了 然而华尔街日报指出 中国人的面貌和消费都不一样了 新一波旅行消费者 以40岁以下的年轻人为主 他们正在开辟一条不那么长去的道路 避开传统的购物中心和旅游大巴等路线 年轻人喜欢使用在中国流行的小红书应用程序 在小红书上可以找到最新流行的旅游地点和网红打卡点 满足年轻人拍照分享的欲望 而结果就是 严重影响了依靠旅游零售的大企业 化妆品公司亚诗兰黛10月1日发布盈利预警 股价大幅下跌 主要原因是亚洲旅游的零售业务面临压力 以及中国大陆的复苏速度低于预期 亚诗兰黛往往在游客集中的各个关口投资开店 包括机场、边境、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和购物中心、免税区等等 上个月 日本的化妆品公司资深堂 也将全年利润预期下调了36% 旅游也是中国市场和旅游市场疲软 巴克莱银行则下调了法国LVMH等奢侈品公司的投资评级 11月底 奢侈品百货公司Harvey Nichols表示 将会关闭位于香港市中心两家门店中的一家 Harvey Nichols的报告称 尽管大陆与香港的边境在2月份重新开放 但是来自香港的中国大陆游客 不再像疫情之前那样喜欢购物了 这一点现在已经十分明显 此外 疫情期间电子商务显著增长 奢侈品牌在中国大陆的业务迅速发展 以及中国大陆和香港之间的价格差异逐渐在缩小 也是他不得不关店的原因 而这一趋势 在其他受到中国游客欢迎的旅行目的地中 也同样存在 一位在香港旅游的24岁的大陆年轻人表示 对购物已经不太感兴趣 通过小红书他看到一些网红拍照地点 他对打卡这些地点更加感兴趣 比如说香港一条名叫快富街的马路 忽然成为了游客拍照的热点 还有彩虹村、外寿大厦这些香港的普通居民楼 也因为拍照好看而成为大陆年轻人的热门景点 大陆年轻人表示 在大陆人们已经可以在网上买到任何想要的东西 研究数字平台的学者表示 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应用 在塑造年轻游客的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购物已经不再是一项受欢迎的旅游项目 境外旅行专家表示 中国年轻游客已经成为出境旅游的主力军 引领着市场偏好和消费模式的行程 数据显示 中国出境游游客中63%的旅行者 年龄在40岁以下 并且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打造个性化的旅行体验 购物正在退居二线 其中当然部分原因也与中国经济疲软有关 经济疲软正在压缩可自由支配的预算 同时中国人越来越多的在网上购物 而另外一方面 中国对旅游的热情正在回升 阿里巴巴旗下的旅游平台非诸数据显示 在今年双11购物期间 共售出超过40万账套票 其中包括全价通票和住宿套票等等 近几个月来 香包制造商新秀丽在中国国内的销售加速增长 因此近几个月在中国各城市推出了最大规模的广告营销活动 而根据新秀丽追踪的数据 该公司估计 中国的出境游仍然约为疫情前水平的50% 新秀丽的CEO表示 中国人要到2024年底才会全面回归 失去大陆消费的香港在本月初被评级机构目的下调了评级 目的将香港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下调至了负面 目的表示 此举反映出该机构对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 紧密的政治 经济和金融联系的评估 自香港回归以来 香港的旅游 贸易 股市 房地产投资和金融领域越来越依赖内地 而随着习近平收紧对香港的管控 外国企业和外籍专业人士相继离开香港 而他们的位置则被内地公司和大陆公民所取代 以银行业为例 香港金融管理局表示 香港持牌银行总数从2019年的164家 降至去年的155家 同时 在这个总数当中 中国大陆控股的银行数量有所增加 而欧洲拥有的银行数量则有所减少 商业房地产的数据则显示 香港最受欢迎的办公楼之一 国际金融中心的大陆企业租户比例 几乎从2019年的20%增加了一倍 达到今年的38% 一位商业地产经纪人表示 预计10年后 中央商务区优质写字楼的 中国大陆租户比例可能达到40%甚至50% 随着香港越来越多的满足中国内地客户 不断增长的需求 在香港将普通化的银行家、律师和顾问的数量 一直在增加 香港的金融监管领域也正在向北京靠拢 自8月份起 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注册公司 不再需要在申请中申报与中国大陆相关的风险 随着外国人逐渐离开 他们正在被中国大陆公民所取代 2023年上半年 香港根据新的人才计划 批准了超过25,000份移民申请 其中超过94%都是来自中国大陆 中国内地人涌入香港 缓解了香港的低出生率、决生人数下降 和人才流出给香港经济带来的部分压力 但同时 这也让香港越来越多的失去了独特的身份 专家表示 香港将逐步向中国体制靠拢 在未来20年的规划中 北京要求香港与邻近的深圳更加紧密的融合在一起 专家表示 随后的变化很可能来自于香港 日益壮大的华人商界自下而上的需求 一旦一国两制的大原则被破坏 那么大陆和香港两个体系将在多个层面上开始趋同 1997年 香港占中国经济的18%左右 但现在仅占2%左右 而随着深圳等内地城市的更快发展 香港还能够发挥多大影响力的问题依然存在 虽然香港一直在开拓中东和东南亚市场 但是中国大陆仍将是香港贸易、投资和旅游最依赖的经济体 专家表示 香港目前约40%的经济依赖内地 但预计未来10年 这一比例可能会增长至50%或者60% 对于许多人来说 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去向毋庸置疑 因为中国不可能向香港靠拢 只有香港向中国靠拢 以上就是今天新风视线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 如果喜欢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